有观众来信说 他在书上看到 获得人生有三个条件 第一 以清净的戒律为根本 第二 以不失为助办 第三 再加上无够的敬怨 按说需要这么高的标准 才能获得人生的话 素质应该都不差 那为什么感觉现在的人 比起以前的人 道德越来越差了呢 没有 素质差不差 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也就是决定 你就有资格成为一个人 但是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是另外一个因果决定的 这个举舍论里面讲得特别清楚 就是有两 比如说你一个人 有两组因果组合 你就成为一个你的一生 比如说一个其中一柱这个因果 或者是某一个因果呢 让你现变成一个人 但是人有很多不同的人 你比如说素质的不一样 还有就是这个贫富的不一样 然后健康不健康的不一样 那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不就是某一个因 不就是大家都变成人了吗 那是不是人都一样 不是一样 那是另外一种因 另外一种因 那另外一种因 然后呢 你变成了一个人以后 然后有道德没有道德 还有就是 是穷人还是富人等等 这是另外一个因来决定 所以你就变成一个人 也不一定是道德很高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变成一个人在 相对来讲的话 六道当中是很难的 特别难 所以就是你要 你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得要有这些东西以后呢 才能够变成人 但是就是这种 就是以这种条件 变得到的这个人生呢 一般这个人生 不是一般普通的人生 这个人生是 主要指的是下满的人生 下满人生 那就是要得到一个 普通的人生的话呢 那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多 主要是下满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